全油管最快新闻 哈马斯遭遇重创 内塔尼亚胡宣布加大军事压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 以色列将加大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军事压力 以确保被扣压加沙的人质获释 法新社报道 内塔尼亚胡在犹太节日逾越节前夕发表视频讲话 他表示在未来几天 以色列将加大对哈马斯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因为这是解救人质和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这则新闻凸显了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升级 可能导致更多的伤亡和破坏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晓天下事